像那個台電的網站上面好像有公布 我剛剛查了一下 其實這地方夏季用電跟非夏季用電其實差蠻多的 而且你用的度數越多你會發現你的那個價錢越高 如果你是100度,110度以下的話才兩塊一樣 夏季用電的話 可是如果說你是用到331度電以上的話就四塊了 所以差了快一倍 也是用越多腳越多 然後如果越省電越省 所以他是用那個極速來區隔 那當然如果你越省的話越好 那怎麼樣去判斷說那個電費的計算 比如說冷氣好了 假設你這個地方 假設你想要知道 如果說你用瓦特數大概都1000瓦以上 然後你大概每天開10個小時的話 一個月 假設開一個月的話 是300個小時 那每度電的話呢 假設是4.2好了 OK 那陰腳金額的話 按開始計算 這個地方的話就跳出來 一個月的話 你如果每天開10個小時 你就大概要繳1200塊的電 一台冷氣的費用 那如果你家裡有五台冷氣的話 哇你就要繳6000塊 每天開個10個小時 當然的話呢 當然能省則省 所以其實也 那另外呢 還有什麼 還有電視 比如說像電視機也是這樣 那電視當然比較省一點 電視的話如果你每天 它大概100瓦左右吧 不過呢現在好像新型的電視又省電一些些 像什麼LED的 那大概耗電量只有大概560瓦而已 所以如果舊的話100瓦好了 那如果每天你也看10個小時的話 那按開始計算 你會發現一個月大概就是要120塊 感覺跟冷氣比起來甚至差太多 那還有什麼冰箱 比如說冰箱也是很耗電 其實冰箱本身 它其實沒有大概差不多100瓦左右 可是呢 冰箱有個問題 你不可能說你今天不用的話 你把插頭拔起來 應該冰箱都是24小時開著 也就是說呢 你二次